去年隨事不斷的田復甄爬山膝蓋受傷 吃義大利麵被出征演唱會因為失聲延期 又因為地震被迫取消 5月初期代演活動時 又意外脫口兩個月前在家 因鞋子太滑終摔在地 花島的當下痛哭失聲 傷及腰椎讓他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連翻身都有困難 隔天有到骨客照X光 幸好沒什麼大問題 受傷後雖然有讓Selina Ella知情 卻不敢告訴在新竹的家人 直到他回新竹爸媽看到他在護腰才發現 遠不住念他報喜不報憂 不過他也不忘報平安現在很健康 化身如此大家還是想知道 何時一筆才有另一半能互相照應呢 呃這種東西計畫感不上變壞 不是你想計畫就可以計畫的 像Selina我們都會問 以前都會問她說有沒有很多人注意 那你有嗎 我沒有欸 零喔 蛤 零喔不要那麼殘忍啦 講數字傷感情欸不要這樣子啦 現在沒有另一半但有姐妹就夠啦 說到SHE喝酒時誰酒量最差 Hebe完全是秒答 Eva無庸置疑 但他酒膽最強 他有常喝醉嗎 他不常喝醉 因為他不常喝酒 其實他清醒的時候也滿像 替班人喝醉的樣子 因為他就是一個 情緒滿外放的人 對 然後不吝嗇表達自己情感的人 所以 其實他醉不醉好像 沒有太大的差別 光想像已經太有畫面啦